艺人張文綺化身愛心班長 邀請社會大眾支持中益基金會 詩一兒助學計畫 張文綺特別分享自己的學習歷程 並非一帆風順 曾有閱讀障礙的她 很感謝媽媽的悉心陪伴 讓她找到有熱情的學習亮點 更帶來自己的書 練習與自己對話 致政給安置家園的孩子 鼓勵詩一兒正向思考 她在我求學過程當中 她發現我有問題 其實我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是閱讀障礙 就是我沒辦法看文字 甚至我到高中 那時候18歲要大學的時候 不是都會考那個機車駕照嗎 我是沒有辦法看 只是我媽媽唸給我聽 一題一題唸給你聽 對一個字一個字唸給我聽 所以我聽力很強 我沒辦法看文字 所以比如說我經紀人家 交代我事情的時候 她都用唸的我就有辦法記起來 你讓我看書我會比較困難一點這樣子 然後甚至我整個求學的環境當中 我媽媽發現 哇我的孩子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當時候 因為那時我是讀科班 我是讀舞蹈科的科班 後來我媽媽發現 我不對勁了 因為我是吊起阿布進去的 就是最後一名進去的孩子 所以在那個求學的過程當中 媽媽發現這個環境不再適合我的時候 她就把我轉回普通班 所以在小事的時候 我就回到原本在家裡面附近的學校念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家庭教育上面 如果可以提早發現孩子有什麼樣的需求 甚至可以去發現他有什麼樣的專長 可以往那部分去培養他 對 他的人生道路可能就會不一樣 對 不論是我們是身體力行 或者是我們用這個募款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那在求學的過程當中 我會希望可以帶給孩子一個正面的思考 跟正面的鼓勵 還有陪伴 讓他們在身心靈上面 以後成為一個可以傳承 再往下面傳承下去 給我們下一代的孩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生命中的一個亮光 所以嘛 他就不是蟲頭也不是蜘蛛喔 現場還有蘋果劇團演員帶來公益親子劇 小蜘蛛大英雄片段 故事內容傳達尊重差異 深具教育意義 綜藝基金會 期盼社會大眾公益認票 幫助詩一兒獲得均等的學習機會 建立自我認同 基金會愛心家園也致力發展6Q教育 防止被安志同因能力不足 而形成福利依賴的現象 那目的也是希望能夠幫孩子募集 教育費 然後甚至孩子可能有一些 自己專業的一些才藝能夠學習 當然我覺得其實蠻重要的是透過 這樣的一個活動能夠去培養 孩子的一個素養跟特質的部分 因為中醫照顧的孩子 大部分都是來自一些 比較特殊的家庭背景 比方說有一些是家庭貧困 或者是說有一些是來自於家庭可能疏於照顧 甚至有一些身體不當對待的部分 在這個歷程裡面孩子需要透過很長的一個時間來支持 他的人生來服役他的人生 所以希望透過教育費的一個募集的部分 能夠支持孩子在成長過程當中成為一個很大的力量 因為我們相信教育或許有機會能夠翻轉人生 也能夠讓這一些孩子重新定義他自己未來的人生 實際上在我們照顧的這一些弱勢的十一二少裡面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 就是七成以上都是需要一些早期療癒的部分 大家可以試想說其實在我們孩子可能學走路 學講話 甚至在一些可能有一些學習障礙的議題 再加上很多的孩子因應著原生家庭 帶來了有一些所謂的情緒的議題 所以長年下來其實孩子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 裡面不管是人際關係不是這麼的順利 甚至在學業功課上其實也不是這麼的順利 當然我們就希望當孩子進入到我中醫的大門 我們能夠結合這樣的一個資源 給孩子不管是在學費 甚至在所謂的人際關係的一些教育上面 甚至未來的一些心理健康支持上面 都能夠做這方面的補強 中醫的照顧的十一兒其實就設政的系統來講 叫做所謂的家外安置的孩子 那其實每年下來其實政府統計這邊大概都有 四千到五千位的一個孩子需要家外安置的部分 那當然有一部分應該是說一半以上的孩子會進入到 像中醫這樣的一個安置機構提供照顧的部分 當然我覺得其實從早年我們中醫照顧的孩子都是來自一些貧困家庭的孩子 到現在來講其實社會大眾或許會聽到不管是目睹兒 毒寶寶或者是一些受虐的孩子 我覺得相對性不管在生活的照顧上面非常的困難 甚至在學業上面甚至在學習過程裡面都有受到很大的一個困難的部分需要去突破 當然在我們的照顧體系裡面會透過不管是教育資源 甚至搭配的一些心理諮商的部分 甚至一些可能相關的一些系統的加入能夠讓我們的孩子在學習的歷程裡面能夠更有所說獲這樣子 中醫基金會長期服務0到18歲失憶兒少 期盼在企業贊助與民眾支持下幫助更多失憶兒少 也邀請社會大眾9月1號走進劇場觀賞公益親子劇《小蜘蛛大英雄》 用行動支持弱勢孩子成為他們營營未來的力量 記者林錫會 台北報導